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先公布我們今天的確定的病例 那本土的病例沒有 境外移入有3例 那死亡的個案也沒有 那境外移入的個案是二男一女 那介於10多歲到40多歲 到40多歲 自印尼緬甸 深入西亞 入境 那入境的日子10月24號到11月6號 那我看今天這兩天的新聞一直有在報 就是說我們這個進來上個禮拜 5 是不是 進來的到月底 那這個就是那個有效的時間很短 那這個有效的時間事實上 我們本來他們是要提供 比較多 那我們覺得那時候可能在使用上 跟我們自己的量 可能在這段時間的需求沒那麼高 那不過 確實他這個9萬是有需要的 要不然我們就 以最少這樣一支滿10週的 現在等待第二劑的 等待第二劑的有108萬人 那如果要抓到8週的話 就有226萬人 這是我們的最少需求 有108 那如果放寬到8週有226萬人 所以這需求是在的 需求是在的 那如果沒有這些疫苗 就沒有辦法讓這些人 來打 那這些人都已經都已經有相當的時間的一個 等待10週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盡速去滿足 那第二個 這不會說 那我9萬劑不會說全部都放到一個地方 政府去 那一定是平均分配 較需要的 不管是在預約的平台或照冊 上面需要的人 去分配這59萬劑 那這樣才能夠快速的 把它做一個適當的使用 好 那以上我們先報告到這裡 那有問題 可以提出來 沒有報索 對 那這兩天我們施打疫苗的 大概打了兩天 打了17萬7千6日 那現在第一劑的人口的涵蓋率是74.62% 那第二劑是37.55% 好 那我們就先報告到這裡 想請問北市有一名53歲的婦人在施打AZ疫苗後 5天陷入嚴重昏迷 9月的時候已經完成疫苗救濟程序的申請 但是從此之後就無效無息 然後龐大的醫療費讓家屬喘不過氣請問指揮中心 有沒有掌握這起案件的狀況 那目前申請進度到哪裡 第二個問題是有醫師認為申請疫苗要害 救濟上100件成功的不會到1件 讓百姓覺得非常不公 更讓人覺得 更讓人覺得政府給錢給的很不甘願 主要總是怎麼看 謝謝 政府對於預算的使用都秉持一切 科學的證據跟法律的支持之下來做使用 沒有所謂的不甘不願的事情 辦法定在那裡 就照辦法來做施行 那用一萬多件來申請 那現在有幾件 只有百分之一 那這樣的一個講法 也就不是很公平 因為大部分的案件現在都還沒審閉 審閉的案件並沒有那麼多 然後第三個 就關於申請的個案的一個 時間裡面 那當然他因為病程還在發展中 那當然我們也會盡速的來審理 那目前的情況 剛剛講我是三歲的就講出來更新 目前已經收到他的申請案 那當然我會請這個地方污染局就加速這個有關病例的一個調集 長官好 想請教今天三例境外移入他們施打疫苗的狀況 還是是否有發生突破性感染 謝謝 今天的突破性感染有一例 就是第三位這個聖露西亞入境的這一位 他先前有接種過兩劑的AZ之後 然後在最近入境之後確診 所以這個是屬於突破性感染 那另外的兩例都 有一例打過一劑的AZ 第一位 那第二位是都沒有接種過疫苗